今天是2020年的7月10号 星期五 昨天呢我们说短线你要是再最高就不及格 今天就出现了下跌 上升指数跌幅1.95% 跌的还是比较多的 上升指数跌的还比较多的 升上升指的跌幅0.6% 创业版指数呢还是上涨的 指数之间出现了分化 那么到今年结束吧 再统计一下 就是市场的平均走势 跟哪个指数更为接近 将来呢我们可能会根据这个来进行 来进行重新去思考 到底应用于哪个指数 但是现在不予考虑啊 现在不予考虑 就是你需要有依据 不是你说换就换 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 日线初九啊 升上指是没有序列的 就上升指数呢 日线这个九分数有点高是吧 九十九点二六 然后关注周期日线 低九呢 也出现了关注周期三十分钟 九十九点五三 那么也就代表了 如果从大周期的角度来讲 这个地方是日线级别的高点 小周期角度来讲呢 是三十分钟的低点 那么请问大家如何理解这两件事呢 把它加在一起是什么意思的 加在一起的意思就是啊 这里的下跌是乘几个波段的 第一个波段的下跌 可能会在明天上午的 下周一上午的第一个三十分钟结束 就是初九 初低九啊 日线高九呢 代表它是一个大的下跌 下跌周期 三十分钟呢 是一个小的低点 就是大下跌 大下跌之中的小低点 但是下跌没结束哦 没结束哦 建议大家类比19年三月份 19年三月份行情啊 就是大家看那个这个 开始远离趋势了对吧 远离趋势了 就是跌传趋势的概率不大 但是可能会接近趋势 就是它在这横着 假如说它在这横着 这个趋势是上升的 然后就开始接近于趋势了 这个19年 去年三月份的行情就是这样走的 这期间 凡遇到大阴县 均是买入良机 这就说的不能再明白了吧 但是昨天或者是之前 这几天空舱和清舱的人 就咱们学员区里啊 我知道他非常懊恼 对吧 就这一波上升起来啊 再想回到这个启动之前的 这个我画圆圈这个位置 特别难 就是你别想这事了 别想了 想也别想了 所以呢 就当这一页接过去 我们下一波好好做 好不好 这个第一波没做好 就这一波没做好的 好不好 所以呢 就是对于这这类的人 咱们满舱持股的 你这就别说了 就这种小调整 你都可以不理它 对吧 尽管日线高旧啊 不理它 因为它不会跌砖趋势嘛 也没有结构嘛 那么对于清舱和空舱的呢 我前就昨天之前 我说 我说没办法就给你建议 你说我让你买吗 这昨天高点今天一下跌 假如说你昨天追进去 今天一条的 你心态是不是就一 就就比 就是没买进来的那种懊恼 更糟糕了 更糟糕了 能理解吧 就是这种挫败感呢 就是 挫败感 它来自于挫的次数多 或者是挫的严重 那假如说出现这种情况 你不仅挫的严重 你还挫的次数多 所以它就会更懊恼 挫败感就会更强 因此呢 就当你出现了这种错误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需要冷静的 是需要冷静 你需要沉淀下来 沉淀下来之后呢 认真地去思考 我们怎么才能处理这个错误 因此呢 我给出大家的这个建议呢 就是 目前来讲 没有办法 我不能给你建议 因为这几天呢 就是存在高天的可能性嘛 第二个 如果有确定性的低点 将来我会给你建议 好吧 但是呢 这个上升途中的这个低点的找啊 其实比抄底难 咱们抄底 我感觉轻松加愉快 但是上升途中的这个低点 它有时候没迹象 就直接就起上 调一下就直接长起来 上升途中的低点的找 是有难度的 我只能说 根据最新的行情 我能够确定的 相对来讲 确定性比较强的 我会再提示一下 好吧 但是满仓的呢 我建议你就别折腾了 折腾什么 你小心把自己给折腾出去 你说你底部抄到底 然后现在迅速拉离成本区 心理优势特别巨大 这种心理优势 对于后面的交易啊 有着深远的影响 你可千万不要放弃这种心理优势 这就是这一波 为什么建议大家 这个满仓的没有卖出理由 你就 就有调整 你就 你就接受 坦然接受 咋的呀 今天我记得有人说了这个 券商的这个事 你 你只能扛涨 只能接受涨 不能接受下跌 如果是这样的话 券商出商业银行 出百兆的那天 你是不跑了 你是因为有大的概念在里 我给你捞到券商的这个优势 你有了方向 我们甚至有预期 对吧 有盈利预期 所以你才能持股到现在呀 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 涨了 疯了疯了 停开 开了疯 开了疯 疯了开了 这种关键吗 昨天前天就一直说这个事 我说跟这个封不封停板没有关系 别猜测阻力行为 没意义 你的规则里头有封了开 开了封锅 反正我这没有 上这只说 上这只说 券商之也一样 远离趋势之后 你看这个到趋势的距离 特别远 是吧 特别远 就是有一个日线级别的顶部结构 你要跌转长期趋势 太难了 太难了 是吧 短期趋势都很难 24天跌穿短期趋势都很难 所以我曾经跟大家描述过 大家记不记得 我说未来会有一段时间 我们长期满仓 记得吗 就天天满仓 如果像这种远离趋势 没有结构 不属于这种情况 请问什么情况才属于 什么时候才属于这种情况 这就是属于这种天天满仓的最佳的 最明显的时期 但现在来讲 就是说结构没有 短期也没有 趋势远着呢 像这种趋势远离的趋势 比方说形成一个60分钟的顶部结构 到这形成个60分钟顶部结构 我们照样不理它 结构也不理 因为它跌穿趋势的概率仍然不大 结构是为了辅助趋势的 交易原则是趋势为王 结构修边 天天满仓不好吗 让我们少操点心 因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老师 你如果不满仓减仓了 我还得找点位给你加回来 你难我难大家难 尤其是上升途中的调整 你非要做上升途中的调整 几涨之后可能震荡为主都不跌 然后你还想做出空间来 那概率不大 因此呢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持股 所以这一波的结论 非常之明显 满仓的就是持股 有调整我们也认 你不能扛住调整 就不配拥有上涨 所以我昨天跟咱们学员说 你去看历届大牛市当中的调整 历届 这不是看一两次对吧 历届大牛市当中的调整 你去看 大家一定要看啊 注意多看 这个非常有用 注意啊 非常有用 非常有预示性作用 对于大家的心理上的帮助 也是非常大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 所以结论呢 就是上升途中的调整 如果你不能扛得住 你就不配拥有上升了 好吧 尤其是现在这种是吧 也没有结构 你都不确定调整的级别 不确定调整的时间规模 就算有这个日线序列的高点 但是呢 序列它不是规则 因此呢 这一波给的结论是非常清晰的 满仓就是持股 别乱动 下面的时间 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的二胖憋得好猛 不用管吧 哎呦 肾疼 你说这仇不仇人啊 你说这仇不仇人 所以我就刚讲完是不是 你说这仇不仇人 我的东财也跌得厉害 请问 如果你不能长寿下跌 你能拿到到现在吗 我觉得这很简单的逻辑 你能拿到现在吗 早就没你了 我们能够守住利润 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因为我唠叨 而是因为规则 注意啊 我唠叨是一方面 就是对我的信任 和对我得出结论的信任 是基于对于规则的信任 规则呢 是科学的 注意啊 是科学的 那么反之 基于你对于 逻辑性 科学的信任 你认为 科学的投资 有逻辑的投资 是能够帮到你的 就这件事 你是认可的 所以你才信任规则 进而信任我的唠叨 假如说我们没有规则 我说什么 那就是太主观 太主观的东西 很多人在内心深处 就是不信任的 所以你能留住利润 除了我唠叨以外 是因为规则就不让你卖 你这不许你卖 按规则就不许你卖 你必须持住 前几天日线结构 那按规则是应该卖 可是日线消失 按规则又应该买回 现在来讲 按规则就一条都没有 将来咱们能够做到大牛市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 每日一问 就问问自己 按规则应该怎么做 每天问一下 每日一问 然后得出结论 然后你只需要做到四个字 知行合一 如何认知 如何行动 很多人控制不了手 天天就 一会儿做多 我一会儿做空 一会儿 这拿 听消息 这 所以很多 他就是忍不住 控制不了自己的手 是吧 就想交易 行情回不去了 别等着 再回去 然后再买了 我告诉大家 行情回不去了 所以 期待着 行情再回去 然后再买 这类的 在逻辑上 本身就有问题 第一个 行情回不去的概率大 第二个 行情回去了 你不一定敢买了 二月四号 咱们买入的时候 当行情再回到 三月十九号的时候 有些人就不敢买 对吧 别吹那牛 你总想 再跌过去 然后买入 那是逃避 逃避这一波 踏空的错误 逃避 好吗 人性弱点 大家不要再因为 自己的股票出现了调整 调整是正常的 你不能接受调整 就不配拥有上涨 哪个上涨 你就看历史 看任何的大牛股 看任何的大牛市 哪一个牛股 哪一个优势 没有调整 你不能接受调整 就不配拥有牛市 这我说的非常直接了吧 你要不要卖 跟你的股票调不调整 没关系 你要不要卖 是因为 你的股票符不符合 卖出的规则 跟它调整没有关系 好吧 那啥时候可以买入 我刚才说了呀 如果我认为相对安全的点 我会提示啊 但我昨天提示的是 短期不能买 对不对 大家想想 我昨天是这么提示的吧 那今天就下跌了嘛 而且你看 在这个上涨的过程中 我没说过短期不能买 对吧 只有在昨天说呀 这个你选择说什么话 在什么时间节点 是很重要的 个股什么情况下卖出 一样 趋势为王 结构修别 一样 有结构的时候 你要判断到趋势的距离 你像这种大档的 这个券商啊什么的 它到趋势现在远着了 有结构也不一定卖 就是有60分钟结构 那到趋势那么远 那大盘都是这样做 那个股 昨天不能买 今天可以买对吗 如果只调一天就结束 我不认为是这样的 那就不叫调整了 只能说调整没来呢 老师要调整几天呀 具体的时间呢 我不知道 我说大家可以参考的是什么呢 2019年3月份 2019年3月份 几长之后横 就是这里边呢 就是没有大幅下跌 我认为啊 大幅下跌的概率极低啊 几长之后就是横 横完之后还会再涨 这个概率比较大 你自己从大概率的角度来讲 我们应该持股 有人说 那我想把那个调整 回避过去 第一 谁确定一定有调整 你告诉我 明天如果收阳线 创这个 前天 就是下周一 如果收阳线 创周四的高低 序列就 序列还有效是吧 就下周二 序列就消失了呀 序列消失之后 你谁确定 他一定会有调整 谁能告诉你 所以想回避调整 他其实有一个假设的问题 就是 你假设这个地方是有调整 并且级别比较大 但这种假设 现在目前来讲 这个 这个 我 从我的专业的角度来讲 我看不出来这种概率有多大 甚至他都不一定有调整 万一下周再来个七星不认呢 八星不认呢 九星不认呢 所有群群都不认呢 这周才六星呢 是不是 我就长 长到你迷糊 长到你一脸懵 这周的上涨 就多少看空的人 空舱的人 就一脸懵啊 然后还等着回调买呢 是吧 不认输 跟市场较劲 不认输 等着回调买 然后到现在各种懵 错一步 错全盘 所以大家你会发现呢 你在我学研区里 就这种原则性的错误 我一次都没有 对吧 原则性的错误 一次都不犯 看账户盈亏分析 这周竟然数据统计 49%的人空舱 哪来的数据啊 是不是包括那些休眠账户啊 人家不是空舱 人家是对股市彻底失望 不玩了 但这类的人 你也不用觉得他 怎么怎么样 牛市来了 他们还得进来 现在还不是牛市呢 然后呢 一代新人换旧人 是吧 我们七流后的退潮 八零后开始补上 八零后的退潮 九零后开始补上 社会是更迭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 后浪开户 可能会更浪 后浪做交易 可能比我们这代人还猛 无知惹无畏 然后呢 他们因为无知 会被市场教训 然后呢 他们开始老去 就像我们 然后呢 他们也有他们的接班人 零零后 一零后 二零后 循环往复 这叫做哲学思想 会有新的人啊 这个市场会有新的人 市场也有新的股票 新的上市公司 新的规则 行了 今天周五是吧 咱不多讲了 祝大家多么愉快 我们下周再见 咱们下周再见 咱们下周再见